从那个罗山顺到明江往上走 在一个镇上 说这儿有一家鱼馆 开了三十几天 专门煮鱼和骨的 自从上温吃到那个黄蓝鱼 我都对这个罗山的黄蓝鱼 情有度重 说这儿必须要安排 黄蓝鱼吃够 真安逸 走 拿白骨有没有的啊 啊 拿白骨没的啊 那他要学煮 煮啥 哦 要八个小时等都不 嗯 等 煮八个小时啊 嗯 点菜 有啥子的啊 你先吃鱼了嘛 哎 子鱼 再点点其他的嘛 要配菜要粽子都不算钱 粽子那些都是送的 泡巴 泡巴 多种鱼都不算钱 哦 都不算钱啊 算不算钱 我们老婆主要是 他想拿白骨 他说没得啊 拿白骨 拿白骨 你煮吗 你煮呀 哦 他说要煮八个小时 要不然有何人煮啊 啥子 哦 半个小时 哦 半个小时 哦 他说煮八个小时 我 我那说啥子排骨 煮八个小时 哦 煮八个小时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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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这头的 花了点 哦 花了点 我们整个五斤吗 五斤 五斤啊 好 你说清楚嘛 你跟我说八个小时 我说 说八个小时啊 八个小时 我说 八个小时 不是八个小时 哦 好 哦 halt 一会 你看这个身体感觉还要混动 哦 哎呀 《味道》 他 翻过来 行了 哦 哇 来啦 来 马上烧开了哈 先把他做了一切啊 来消灭咯 哇 这个盆感觉到我的下城丸 哈 高了涂 这个碗太深了 它连鱼去连鱼包看的 换个盘盘 来 装鱼 哇 来来来 开了三十斤的鱼火锅了 真 哇 鱼好冷 好爽 其他这个火锅里面 没得好多问题 但是它做得比较特别香 我别说的吃忘了点 先从屁股吃嘛 从屁股哈 嗯 嗯 它加了小米椒和蒜泥以后 它那种辣香味 再带了一点的 花椒油的香味 哇 如果这是在重庆煮的话 就是那种黑辣的那种 麻辣水煮鱼 嗯 我真的发现一个问题 都是他们上海帮煮鱼 它能煮出鱼的旋温来 虽然说我感觉它是锅红汤 但是你能吃到这个鱼的鱼 会不会选 是谁 哦 这是送的小吃 哦 吃鱼都送小吃 哦 那个小吃的韩菜 都是送的 嗯 送的吃香的 好爽 哇 哇 吃吧 哇 哇 这个甜的啪啪下一个吃香 好吃 嗯 爽 当然我们吃鱼也不是 老门头 也是的 来 花了点蒸气 嗯 哦 这个啪啪五冬粮食 哦 这个啪啪五冬粮食 五冬粮食 哦五冬粮食 草莓 梅子 包裹 哦 海绵 海绵 你觉得有点像法糕 有点像法糕 好吃 嗯 老师傅是创世人吧 来 结果来了哈 来 来 它那个不好吃嘛 你给我看 它那个酱 酱不要钱一样 你给我看 一坨 两坨 三坨 还有 好多酱嘛 可以说的 美味离不开 葱姜酸 来 哦 断了 来 看到哈 嗯 哇 一面之头 还是要蘸的这个 它可以做的 嗯 它是香味辣不辣的哈 这个香味辣只是香哈 哇排骨来了 好大了 好大了 你看看好爽 嗯 我没上过后 我就对这个排骨 真的是念念不完 我没上这个排骨哈 辣排骨里 是我们吃的最好吃的辣排骨 嗯 嗯 有点咸 嗯 嗯 嗯 先把这叉叉叉叉 哇 你又没帮我准备 哇 哇 超好吃的 哇 我把排骨来的时候全是落的 我讲 每天一天才的 哇 哇 哎 熬的特别油 哇 哇 哇 我们三个鸭吃那个水 有点水分 嗯 是干香 嗯 哇 爽 等到去马上蛋炒饭来了 我看哪个蛋炒饭 哇哇哇 突然炒的那个是 配点这个 那个汁香 我很想这个蛋炒饭真的 简直不提 哇 这头排骨 看好肥 来 腊排骨汁香 改蛋炒饭 别个这个嘛 它叫蛋炒饭是什么 平松吃的都是饭炒蛋哈 嗯 嗯 哇 好吃的蛋炒饭骨差评 嗯 腊排骨 嗯 嗯 嗯 哇 哇 我来够点鱼汤哈 最好吃的就是鱼汤饭 哇 还好吃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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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来啊 我说它这个 基本上那些菜也好 它的鱼也好 没给它是太大的毛病的 终于让我找到一个毛病哈 它那种有个毛病就是 龟 一个是 特别龟 哈 我进去加排骨 加毛顿 加这些哈 950块钱 金子消费 九百富士院哈 金子消费